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电子与TeamRed合作,购买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AMD Instinct M i300X GPU,以满足其AI需求。 三星电子最近开始测试新购买的AMD Instinct M i300X GPU。 该公司已利用M i300X资料中心GPU开始其AI开发之旅。 该公司表示,这些GPU比辉达的资料中心产品更实惠。 与大多数巨头一样,三星电子也在开发自己的AI需要强大的晶片来为其系统提供支持。 虽然Meta和XAI等公司选择了辉达H100GPU,但三星正在走一条更实惠的路线。 与售价3万至4万美元的辉达H100相比,AMD M i300X的价格要低得多。 尽管这款GPU在AI工作负载方面落后于辉达Hopper产品线,但就定价而言,它被视为不错的选择。 据说,AMD M i300X每接售价约为1万美元,于2023年底发表,是AMD Instinct系列的旗舰型号。 它配备19456个流处理器,304个运算单元和192GHBM3G一体,可用于处理密集型工作负载。 因此,对于大型项目来说,这款GPU是一种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这些GPU已被送往三星研究中心进行测试,该机构是DX部门的领先机构。 GPU尚未经过极限测试,但据三星内部人士称,AI开发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全面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自己将其HBM运送给AMD用于Instinct GPU系列,并且最近其HBM3E记忆体也已通过挥达GPU的现场质量检查。 预计三星未来将继续从AMD购买、GPU、两家公司之间的联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另外,AMD10月中上旬在旧金山举办的活动上表示,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开始,大规模生产名为MI325X的新版人工智慧BI晶片。 该款晶片予以挥达的Blackwell的较劲。 不止如此,AMD还打算在明年下半年推出下一代MI350系列晶片,除了更大的记忆体,还有新的底层架构。 该公司称,与之前的MI300X和MI250X晶片相比,MI350架构将显著提高效能。 有分析称,在AI加速器市场上,AMD远远落后于业界老大挥达区区第二,这个格局短时间内不会被改变。 由于AI晶片的需求远远超过供应量,AMD秋季推出的新产品不太可能影响到挥达的资料中心收入。 外媒指出,微软和Metai等大型科技公司对AI处理器的需求远远超过挥达和AMD的供应,让这两家半导体公司能生产多少就卖多少。 公布应求的情形推动晶片类股在过去两年大涨,AMD股价自8月初的近期低点上涨约30%,不过投资人渴望看到这些公司的新技术进步,确认他们是否能保持这种态势。 Summit Insights研究分析师TMG Cham表示,AMD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宣布新客户,而且一些新东西的预期已经反映在发表会之前的股价涨势。 AMD表示,AMD等供应商将在2025年第一季开始向客户出货MI325X人工智慧晶片。 该款晶片采用于AMD去年推出的MI300X相同架构,不过新晶片有一种新型记忆体,该公司称能提升AI运算速度。 不止如此,AMD还发表几款网络晶片,有助加速资料中心晶片和系统之间资料的传输速度。 另外,还有新版伺服器CPU,这系列晶片以前的代号为Turon,其中一个版本的晶片专门加速AI处理速度。 据了解,这款旗舰晶片拥有近200个处理核心,售价为14813美元。 整个系列的处理器都采用Zen5架构,在高阶AI资料处理方面,速度提升高达37%。 根据LSEG估计,今年分析师预计AMD的资料中心收入将达到128.3亿美元。 华尔街预计,汇达的资料中心收入将达到1103.6亿美元。 资料中心收入是建构和运行AI应用所需的AI晶片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消息人士近日称,AMD已与台积电达成协议,将在台积电位于亚利桑纳州的新工厂生产高效能晶片。 这将使AMD成为继苹果之后,该工厂的第二个高知名度客户。 据独立记者Tim Copan称,知情人士证实了这一协议,但台积电拒绝置评。 AMD则表示,当前没有计划使用除了台积电以外的代工厂, 对于未来与其他代工厂进行合作的前景持开放态度, 希望公司生产伙伴在地理上的分布上能多元化, 正在对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工厂进行晶片生产合格性评估。 位于亚利桑纳州菲尼克斯附近的台积电FAB21已开始失产其5奈米节点。 该工艺节点系列包括N4N4PN4X和N5N5PN5X工艺。 虽然其第一阶段的生产尚未完全开始, 但苹果A16Bionic晶片目前正在FAB21使用N4P工艺生产。 彭博社9月报道称, FAB21的当前良率与台积电的台湾工厂相似。 A16Bionic自2022年中期以来一直存在, 对于这家工厂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制造测试。 据报道,该工厂目前为各种Apple产品 生产的晶片数量虽小,但意义重大。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AMD计划在FAB21生产的晶片规划。 据消息人士透露, 生产目前正在规划中, 晶片的流片和制造都将于明年在亚利桑纳州进行。 FAB21的第一阶段仅限于N4和N5技术, 除非有比RDLA-3和Zen4更新的任何消费晶片, 这排除了生产比RDLA-3和Zen4更先进的消费类晶片的可能性。 AMD用于Instinct MI300系列加速器的CDNA3系列企业级AI晶片是可能的候选。 MI325X将于2024年第四季度发表, 采用N4节点, 而即将推出的MI350将采用台积电的N3节点。 亚利桑纳州可能是MI325X在最初生产浪潮之后的生产地。 但这只是一种推测, AMD可能会决定在FAB21生产尚未公布的AI或行动晶片。 AMD在亚利桑纳州生产的HPC晶片首先必须运往海外进行封装。 然而, Anker和台积电最近达成协议将在亚利桑纳州联手进行先进封装。 这将更牢固地巩固美国的AI晶片供应链。 AMCAR耗资20亿美元的亚利桑纳州晶片测试和封装工厂目前正在建设中, 预计最早将于2026年投入生产。 该工厂将被允许使用台积电的CoreOS和Info封装技术, 从而允许AI和HPC晶片在美国更完整的封装。 GPU特别依赖CoreOS技术与其高频宽记忆体 HBM晶片连接。 Anker开始在其亚利桑纳州建设工厂, 指望台积电成为其主要客户, 但与专利CoreOS技术合作的协议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惊喜。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